各位這四個你要把列為一個光譜 越是第一種運動 越是身體接觸多的運動 發生事情越不用負責 不會有人拳擊比賽打完了 就告對方傷害 拳擊比賽打完了 我打輸了隔離去告對方傷害 把我打得像豬頭一樣 你要賠我不會的 雖然沒有人參加拳擊比賽的目的是要被打 當然 沒有人參加拳擊比賽 因為本來有被虐待狂希望被打 沒有了這種人 但是你被打是運動必然的後果 對不起 你不可以告人家的第一種 有時候講難聽一點 就算喪失了生命也沒事 我們聽過我們的金德九事件 韓國選手金德九 就是世界羽量級拳王 那個 對不起他不是拳王 他要挑戰拳王 他挑戰當時世界羽量級 羽量級的拳王 叫做馬西尼 叫砰砰馬西尼 砰砰因為他的拳很重 那個拳非常重 所以他叫砰砰馬西尼 那這位金德九韓國選手 從小家裡貧苦 是祖母阿嬤 扶養長大的 家裡非常熟 所以在韓國 韓國首都盛大舉行 世界輕量級拳王挑戰賽 他的祖母非常驕傲的 在拳擊台旁邊 看著自己的孫子 要爭 世界拳王 結果當場被打死 當場被馬西尼當場打死 當場打死 世界的媒體交流都集中在最後一幕 最後一幕就是他的年曼的祖母 爬上拳擊台 流著眼淚摸他孫子的頭 摸他孫子的臉 他的孫子全場被活摸打死 全世界開始說應該廢除拳擊這種不能道的運動 那國際拳擊總會 現在是我們的吳金國在擔任這個世界的會長 總會長 就是說世界總會才開始修改拳擊規則 今天拳擊遠比以前來的安全 越來的安全 各位 越是這樣的運動 越不用負責任 就算喪失生命也不用負責 好 越是最後一種 沒有是你就越要負責 你說你打排球把他打傷了 凡人會把他打到哪 屬於運動的內容的話無所謂 幾乎難以想像 對不對 那最麻煩的是第二跟第三種 對不對 我有頻繁的身體接觸 但傷害身體當然不是運動的 我沒有人打籃球的目的是要傷害對方 當然沒有 除非他跟我有仇 我要傷害他 不然通常不會 對不對 這種情況怎麼辦 我們說 大概只能到 重大迴背運動精神的時候 才可能涉及 這個 法律責任 所以這種情況 法官的論理不對 不是運動經濟都主卻違法不對 國內非常多 國內發生過非常多的案子 明明沒有徵求的風險 仍然出手架拐子 各位這叫刑事犯罪 所以叫故意傷害 哪有什麼 還叫主卻違法的 沒有這回事情 所以這個法官的論理是錯誤的 是錯誤的 好 因為我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時間大概剩三分鐘 我大概就慢慢進入結論 好不好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許多的事件 那個邏輯是相同的 邏輯課逆水等等 那些相同 我們就進入最後的結論好不好 也不要耽誤大家接下來的安排 在這裡 這是最後一章 最後最後一章 基本上我們的責任會 擺在民視責任 民視責任 那麼 我們大概有請給原則 可以提供各位老師參考 第一個 基本上 故意跟重大過失一定要負責 這個沒有問題 教師如果在一些 體育教學內容 運動賽會的準備 運動活動的安排 都出於故意跟重大過失 要傷害同學 這難以想像 真的難以想像 如果這樣 那一定要負責 對不對 一句羅馬帝國羅馬法的拉丁法院 叫做故意很負責 沒有人可以主張自己是故意而不需要負責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換言之 老師一定要負責 對不對 就算一般的清過失 老師也要負責 因為這叫善良管理人 老師 你是領報酬的 你來這個 學校教學 我們叫善良管理人 你一定要相當的注意 好 那有趣的是什麼 有趣的是 不是學校老師 我們學校 我們各級學校 經常有所謂社團指導老師 從外面聘來的 要聘來的人 要不要也負同樣的責任呢 各位 許多外面來的指導老師是義工 沒有你報酬 那他責任程度是不是也一樣呢 我們說答案是 是 他也要負責 各位 這個學校如果有外來指導老師 要特別小心 國內有不合比例的案件 都出現在外來的社團指導老師 國內甚至發生過 在桃園 甚至發生過有一個外來指導老師 一直性侵他所指導的學生 後來發現 他來義務指導的目的就是要找機會性侵學生 真的發生過 所以這種 特別是出去比賽 很多這個學校 校隊出去比賽 要過夜的那種 千萬不能讓外來的指導老師 一個人帶隊去 絕對不行 國內有不合比例的案件 很高比例發生在這種上面 那就是說 畢竟 那個有時候 帶隊師的老師 跟平常訓練的運動員 球員選手 感情比較密切 對不對 密切就容易出事 真的 所以我經常說 還是有小人之心 抱歉 我經常會建議 校隊出去過夜行的比賽 校方至少要派一個 不是球隊的人 進去 特別是在國中小 高中以上 大概沒有 比較沒有問題 一定要 一定要這樣 有時候也是 對學生好 我們以前 國中高中 出去參加區中運的時候 然後每次坐火車 還沒有到達目的地 我們出來的差旅費 都被輸功 都被老師引走了 我們老師每次坐火車 就開始玩試色牌 然後呢 我一次記得到高雄 旅行中運 還沒到台中 我的錢都輸光了 都輸給老師了 對不對 如果有帶隊師的老師 可以阻止我們 輸錢給體育班的老師 我跟老師說很快 都說來來來 同學我們一起來玩 不是玩象棋賭博 就是玩試色牌 還沒到目的地就輸光了 你知道嗎 那老師就說 你們家長要自己給你們錢 學校的錢呢 你們是 用這個合法的賭博 輸給老師 你別用老師跟學生幹這種事情 我跟老師感覺都很好 所以老師就說 大家 都很好 所以呢 不用在意 不要計較那麼多 好 第二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一定要有注意 義務跟能力 對不對 然後呢 注意能力 就是 注意義務 就是 應注意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注意義務 自然不需要負責 例如在課員時間 下課的時候呢 同學在走廊西系 不管哪些事情 因為那不是你 該付注意義務的時間 好 同學下課以後 衝到學校那一個 那個 特別是小學生 對不對 衝到司令塔 我告訴你 學校最容易發生意外的地方 前三名之一 是司令台 那個這兩年有 這兩年有 社會團體要求把司令台全面 產出 個人贊成 第一個 司令台是經濟塔 發生危險的地方 第二個 司令台是威權象徵 各位學校又不是軍隊 只有軍隊 才有需要司令台 學校又不是軍隊 學校幹嘛需要 司令台 對不對 我贊成司令台全面產權 那小朋友呢 從去司令台完 發生意外的 老是不必負責 因為那不是你 要付注意義務的時候 的地方 第二 那要有注意義務 你也要有注意能力 如果一客觀情狀判斷 你沒有辦法 阻止突然出現的事故 你不必負 最後的責任 或是從另外一個倒過來 如果呢 縱使加以相當的注意 仍不免發生損害 你也不可能阻止 你也不必要負責任 這是我們判斷 教師的法律風險 最重要的原則 所以各位老師 你可以回想 你應該把 這個 對不起 再讓我一分鐘就好 你可以 你可以發現 你可以發現 在校園中 典型的風險 是可以把它 我們法律上叫 類型化 你可以發現 哪些 會危險的硬體 軟體 教學內容 那盡量避免 我剛說的 盡量不要來飛砍 牽球 標槍 鍊球 這個盡量不要 對不對 然後呢 環境與條件 今天這種天氣 不要叫人家去跑步 對不對 那個 那個 那個籃架 那個籃架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 我經常到國中 我最喜歡到國中 我最喜歡到國中 我去看 藍架 我看到現在 我看到現在 我還沒有看到 沒關係 我看到現在 我還沒有看到 有一個學校 籃架是沒有生鏽的 沒有生鏽的 沒有生鏽的 氣才注意 國內方能夠非常多 沒關係 沒關係 國內方非常多 小學 就會倒 小學 最危險的是 手球球門 你們學校 可能沒有手球隊 但幾乎每個國小 都有手球門 手球門的重心在前面 手球門不高 不到兩勾子 小朋友一跳 就可以攀到 重心在前面 一攀就往前倒 你去攀籃球架看看 我不會倒 除非是過去舊式的籃球架 你可能會自己受傷 你不會往前倒 國內發展過很多 都是手球 攀上去 就往前倒 小朋友不懂 對不對 重心隨便一攀就倒了 就倒了呢 都是負責 手球 維護跟管理的那個老師 要負責任 對不對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 公有公共設施的設置 跟管理有欠缺 你負責老師 當然就要負責 所以我告訴你 學校的風險 其實是可以類型 大概有哪一些行為面 器材面 硬體面 你要把它類型化 然後做一定的控制 這樣就能夠避免 那避免 那萬一不幸發生 萬一不幸發生 你要有個標準 SOP的流程 不要說 同學你看起來傷不嚴重 下課再說 放學再說 回家叫父母帶你去看病 各位很多事情 就因為這樣延誤就醫 你要有個標準流程 不要讓老師自己處理掉 應該讓學校的例如保健師知道 要學校例如主任知道 做一定的處理 這個一定要有一個標準流程 最後應該要有保險 你說 學生都有平安保險 我說的不是學生 我說的是你們 你們需要保險 你們的保險叫做 法律責任保險 萬一不幸 萬一不幸 我真的要負責了 法律責任險 可以承擔大家的風險 那各位 楊麻粗在楊身上 人家要保你 你要先貢獻保費 那你願不願意貢獻保費呢 對不對 這是一個風氣 這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如果你不願意貢獻保費 自然就不會有人 承擔你的危險 風險 沒有人的風險 你除了在家祈禱 最好不會出十一萬 你好像沒有別的辦法可做 所以 法律責任險 在許多先進國家很普遍 在我們台灣慢慢也有行的 就是說 如果你是基於一定的保證人地位 你經常要為別人的損害 而負法律責任的 各位考慮一下 法律責任險 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式 好 因為時間關係我講到這邊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謝謝林教授 用很簡短的時間 然後把很多很重要的概念 還有很精采的一些故事 在這麼簡短的時間帶給大家 那不曉得 因為其實時間也很有限 不曉得現在有沒有 在座有沒有 各位覺得說 很希望能夠馬上提出來 能夠獲得解答的一些問題 要先提出來的 好的 如果沒有覺得 未來還想繼續 進一步了解的話 我們就把意見寫下來 好不好 那我們 謝謝各位 謝謝林教授 那也謝謝 我們在座的那個 林主任還有水教授 陪著大家 我們一起 很認真地上完這一堂課 那最後我們是再次掌聲 謝謝林教授 好 那我們第一堂的這個演講 就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是有十分鐘的休息時間 這裡是跟大家說明一下需要嗎 那十分鐘之後我們再回來